各位住宅周报的读者,大家好,我是陆敬明,今天我在昌和凯宴的现场,在我旁边是我们专案检林,陆成豪,陈豪兄,陈豪兄好,各位观众好,我是陆成豪,是陈豪兄会被帮我们介绍我们昌和凯宴的读者,我们是,我们昌和凯宴基地位置位于大埔充化区, 离近重南科学园区只要一至三分钟,周边机能的部分有7-11以及全联福利中心,那针对我们的学区的部分有大幅国小以及大同完全中学,是,从上班然后上课到买东西,车程大概都只要在三分钟左右,是的,那实在是相当方便,那我们现在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呢,好的,那我们在面前,陈豪兄我们在这个空间相当的特别,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昌和凯宴的日式串廊,在日式串廊的部分,我们有种植的这个主题树,这是我们的八角樱桃,针对植栽的部分,我们属于比较日式简约风,那在我们的后花园的部分,有种植一排的这个洛宇松,洛宇松,是的,各位啊,这个我们常常要去外面去探访这个洛宇松秘境,没想到我们昌和凯宴自家的中庭就有洛宇松,所以秘境不外求哦。 常常兄,请帮我们介绍室内空间吧,好的,陈豪兄,我们现在目前会有在昌和凯宴的四十二亭大三亭的空间内,那在我身后的部分就属于我们的这个玄关,玄关连接到我们的客厅,客厅的部分大家感觉到,我们采光非常的良好,因为我们是规划大面窗的部分,从客厅连接到我们的餐厅的部分,我们有可以规划四到六亭的餐桌, 以及我们开放式的厨房室,我们昌米台业拥有独立的客厅跟餐厅,还有厨房的空间,这样的规划设计在目前的这种居家生活当中是非常好用,而且实用的哦。 陈豪兄,我们现在在主卧室,陈豪兄,我们主卧室的格局相当的方正,针对采光的部分也跟客厅一样,采取用大面窗,所以我们的采光也相当的额量好,那针对我们窗外的部分来讲,也是可以一览无影的部分,这一次卫浴设备,我们采取四件式的卫浴设备,干湿分离,那我们最特别的部分是属于我们的浴柜,也属于这个标准特别,室。 把浴柜、浴柜、浴室的标准配备,这个是非常贴心的绘画生机哦。 我们现在目前位于顶楼处可以看到整个东北巷,在整个东北巷的部分可以看到我们竹南科学园区,那距离我们昌和凯宴也只要一至三分钟的路程。 是,那我们面南的景观呢? 我们面南的景观,在我们脚下可以看到整个大浦丛画区,棋盘市的规划,那远眺可以看到我们投奔市以及竹南市的城市阶级。 是,那我们的景观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今天很开心的可以请到我们昌和凯宴的专业经理杜成豪来我们做介绍。 我们带你看屋,下次见,拜拜。 昌和凯宴这个案子,我个人认为它的公共设施还有建材设备相对阳春的一点。 不过,因为它的价格已经来到史上最沙的甜蜜点,再加上它是定位在纯自助型的这种课程,主力平处大约41到47平,三房到三加一房。 所以如果是预算考量的消费者,我是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